5月13日是母亲节 一人杨千华在香港金沙卷某商场 为自己月前在宏馆举办的跨年演唱会DVD举行签名会 问到儿子Toris母亲节给自己送了什么惊喜 杨千华说目前只收到一个问候的视频 可能儿子还画了一些画 不过杨千华就自曝儿子画妈妈的时候 喜欢把妈妈的头画成三角形 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她不是她觉得她很喜欢看一些故事是魔法的故事 所以她觉得magic是一种力量 就是可以改变一些不好的实践 所以她觉得妈妈是有一种力量去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可能她就知道magic可能是一些戏剧化的东西 放在她的想象都是一种她的想象力 她不是觉得我是如何 而是觉得妈咪是个很magic的一个人 活动中杨千华分别帮两名小女孩扎鞭子 看得出杨千华对两名宝宝疼爱有加 其实杨千华是很想再生个女儿的吧 都会有一点点 我很喜欢小朋友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反而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孩子 也没有真的要很坚持去追求多一个 然后如果是有的话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没有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挺满足的 另外 杨千华的好搭档 余文乐 今日全部儿子出生 春娇与志明 现在都是父母级的人了 不知道春娇有没有恭喜一下志明呢 母方全美香港报道